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人囉 歡迎大家 嘉惠元成為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 訂閱按讚嘉惠元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歡迎收看全球大視野 我是林嘉元 請大家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一起衝進全世界發燒榜 今天裴洛西真的要來台灣了 但是卻讓台灣兵凶戰危 美國已經出動了八架F15的戰鬥機 還有五架的空中加油機 你可以看到非常的緊張 另外更別說 其實王毅外交部長 他也說出重話了 表示說在台灣問題上 你美國是怎麼樣 背信棄義令人不齒 華春瑩甚至還說 一切嚴重後果要由你美國來承擔 好話都說成這樣子 裴洛西還是不請自來 把台灣推上了兵凶戰危之地 另外東部戰區 其實也有秀出不同的一些武器 比如說還打了馬賽克 有什麼樣的意涵呢 還有包括山東跟遼寧要夾擊 美國的雷根號 里根號航母嗎 也是今天關注的重點 今天來賓非常的精彩 先介紹今天重量級的雨台人 前地方委員雷倩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平安 以及帥化民將軍 主持人好 大家平安 好 待會還有蔡正元委員 我們先來看看裴洛西的專機 終於看到了他的一個路線了 可以看到的包括了說 終於出現了 真的是要來台灣的是松山機場 在10點44分會Landing 你可以看到他轉了好大好大的一個圈 想先問一下倩姐 因為我們都知道美國以前的時候 我去人家家裡的時候都會怎樣 很正大光明 這次不一樣喔 你看他繞了這麼一大一圈 什麼意涵啊 對 以前美國作為一個一等強國 在全世界可以說是 大家能夠歡迎的一個最重要的來客 包括我們一直在討論 七幾年的時候 那個金瑞契議長到亞洲的這個訪問 都是這樣子歡迎的 雖然背後的折衷也非常的複雜 這次我覺得我們真的是在 戰爭與和平的轉利點上 也在區域地緣平衡的轉利點上 雖然說看起來出招的是美國 但是最後的路死誰手還未可知 因為現在美國對於中國大陸 所做的這些作為呢 如果你從美國的一些戰略學家 他們長期寫的文章 尤其是從大概兩年前開始 你會看到很多人在討論說 我們怎麼輸給中國的 我們怎麼樣要不犯在歐洲的這些錯誤 我們要怎麼樣重新的 去獲得美國的優勢的 這一系列的戰略文章中 他們大部分都在期待一個小的戰爭 一個小型的戰爭打破現在的區域平衡 阻止中國大陸的上升 讓美國重新進入亞太的全力平衡 這個小的戰爭到底是怎麼界定 如何可以有一個小而可控的戰爭 時常是這些戰爭學家在思考的 但是他們的前提都是 一定要阻止中國大陸的上升 但是今天的中國大陸 無論是它的經濟 已經是全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 同時我們也時常給大家看到 它跟全世界其他國家的貿易關係呢 代表它在世界上面 所融合的程度已經大於美國 它是更多國家的首要貿易夥伴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要再去踢出一個中國大陸 產生一個沒有中國大陸 或者是阻止中國大陸上升的這個世界 一定會影響到全世界人民的福祉 因此各個國家就會 對他們自己國家的利益 做他們的考量 譬如說我覺得這一次 亞太地區的國家 態度其實是很明顯的 包括第一個道德 新加坡李顯龍也是繼續的提醒 因為我們都好不容易走過COVID的疫情 好不容易走過了烏克蘭戰爭 對於能源跟全世界供應鏈 跟糧食的衝擊 還在面對氣候變遷的時候 你需要一個穩定的市局 大家攜手合作 也就是說需要去選擇和平的路徑 為什麼一定要去用挑釁的方式 去選擇這條戰爭的路徑呢 我用挑釁的原則是 因為今天我用挑釁的原因是 今天在台灣並沒有什麼 立即而明顯的危險 我們沒有什麼立即而明顯 需要去解決處理的問題 因此它完全是美方由裴洛西 單方去選擇的一個時間點 那麼這個時間點呢 目的就是要創造一個 小的衝突以後 去重新界定這個區域的 和平安全穩定的 所謂美方的這個世界 那麼這個世界中間 如果中國大陸成為 第一級開第一槍的這個對手 那當然對於美國的戰略來說 就更容易地去讓全世界的人認為 中國大陸是一個危險的 不可信任的 在區域安全上面 是重大威脅的一個對手 而集中起來要去向他們對抗 這件事情已經鋪陳非常的久 包括前段日子在北約 他們難道不是開始說全世界的民主 也是北約的事嗎 所以這一次的裴洛西來 我覺得他的行程現在已經公佈了 他的行程主要是在所謂民主跟人權 這兩個議題上面做文章 那這兩個議題就會使得美國 在兩岸事務中間 有了一個新的利益關係人的角色 因為不要忘記了 在79年之前 無論是三公報 或者是後來的台灣關係法 美國一向都還會在文字上說 兩岸的事情要有兩岸的人民自行去解決 他們希望是一個和平的解決 但是他的主要原則是我們兩岸的人民 就是兩岸的領導人 兩岸的軍隊 兩岸的人民是要由兩岸去解決兩岸事務 但是現在的話風已經轉了 大家可能沒有很仔細的聽到 他們說全世界的民主都是美國的事 全世界的民主跟價值都是歐盟的事 那這種轉變其實是非常大 看起來是微微的一點轉 但是我可以說 就好像你原來是要往東去的 現在這輛車已經開始往西去 而且往西去的戰爭選擇 越來越明顯 對於台灣的威脅也就越來越大 對啊 北約都已經是冷戰時候的產物 華沙公約都已經解除了 都已經沒有了 結果現在北約竟然還存在 還要不斷的擴充 擴充到亞洲來管到亞洲的事務 亞洲人應該管自己的事務吧 而不是北約來管自己 他們自己家裡的事務吧 我想問一下將軍 因為這一次呢 裴洛西他的專機 他這個繞道真的很有意思 你看他是繞得這麼 大一圈 那就被講說他為什麼這樣繞呢 其實為了避開很敏感的地方 就是靠近中國大陸南海這個區域 中國大陸南海也秀出肌肉 所以你怎麼看這個 他的一個走的路線 這個路線時間地點做法 已經看出來 美中之間的熱線電話已經開始生效 避開了 對 第一個我們講幾個理由 美中有必要在這個時候開葬嗎 中國也沒有說他準備好 因為中國的這個建軍計畫到2030 他才算可以具備抵抗美國的圍堵 跟包含日本介入台灣問題的能力 那我們從頭看 徐大大不是在2018就講的全軍大練兵 對不對 那換句話說他到目標是到2022 那22到30還有8年時間 他還要做聯合作戰 指管通勤各方面的短板上的彌補 因為你不要看我們長期觀察 這個解放軍跟美軍的發展 美軍實戰經驗實在太豐富了 而且他們發展這個指管通勤 就是我講的C4ISR 這個東西早在二三十年前 美軍已經開始有了 但是美軍到現在聯合作戰還是有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基本上我算數的一點 就是美中沒有想在這次衝突裡面 攤牌決戰 那既然沒有這個企圖的話 裴洛西以個人一己之私來挑釁這個問題的話 已經造成美中台三方面的困擾 也製造了一些危機 所以這個危機的排除呢 從第一個即向 拜登第一個跟你切割 告訴你軍方認為你時機不宜 那多idea 第一個布林肯也講了 然後還講一句話收天竹的話 美國也不願意示弱 這個叫劃策天竹 那中國的姿態也擺得很明了 第二你看大陸東南沿好五個地方的演習 那個演習是等於是一個姿態 不代表它後面沒有備戰的 所以這個雷根號這個航巡 我早在兩天以前就講了 它不會走這個海峽中線走 兩天以前我有預測它不會從琉球 關島直飛 第三個你看這個裡面很技巧 為什麼晚上 今天晚上啊 兩邊因為大家都要對這個事情要擺個姿態 做個樣子嘛 你護航我要攔截 我要迫使你轉向 這個動作在白天的話 那個畫面看起來就你無所遁形了 晚上你除非用紅外線紙照到一部分了 那後面就是各說過話 我盡力護航了 我盡力驅離了 最後什麼安全的問題怎麼樣 它降落也好回去也好 這個時候是後面來說的事情 因為軍事上演習 白天啊 那個照片 大家看熱鬧心懷不軌的人都想 你開不開火啊 你要把它專機擊落啊 還是打掉一兩架F-48啊 對不對 這個東西就會引起大陸或者是美國的民粹意志的反彈 那川普就坐著等 你拜登丟人啊 你什麼什麼 這種後話都會出來 所以這個你看拜登的切隔 航線的設計 時間點的設計 我是已經感覺兩邊已經喬好了 兩邊喬好 所以前面的動作預備動作做了嘛 我五個地區的演習 我的遼寧號 山中號都已經到了什麼位置 後面美國的雷根號旁邊有跟肩 好 重點是從現在開始 是 從現在到10點40分 你落地不落地 後面是這個階段是最熱鬧的 一個是美軍護航的飛機 美軍護航飛機我不相信它敢落地 它行政專機落地 美國的軍機不落地 因為這又犯了中國大陸的一個大忌 反分裂法裡面你美國的軍機如果在台灣降落 那它不需要 它可能看到松山降落的時候 它軍機就走了 到琉球去了 因為雷根號起碼有40多架的戰機 對 它第一批來我剛剛聽你們說的只有8架 對 這個是很小的數量 在我原來預計說 要真的確保它安全的護航 16架才算是 OK 對不對 那你只有8架跟加油機 就是讓它能夠從 台北蘇山宜蘭外海 護送完了以後 能夠飛到關島或飛到琉球去 或者是飛回雷根號 因為 美軍的戰機巡航 距離只有600多公里 來回是1200公里 你萬一油不夠不是墜海嗎 那雷根號已經在巴士海峡 距離台灣也差不多500600公里了 這個距離裡面有加油機 才能確保安全 數量少就是不要引起大陣仗的對決 好 下面一個從現在開始 我們就要看 它到了宜蘭 快到我們領空的時候 我們國軍要不要起飛 照理講應該起飛 因為你有攻擊可能破境 起飛以後 再變成美中台三個軍隊在天上 這就很難控制了 是 對不對 那台灣聰明的話是低調 低調 那低調裡面 如果我們的飛行員不起飛 又被人家罵 台灣又鬧腫了 所以這個問題 我就看他前面瞧著 最後在現在到10點44分裡面 空中演出什麼狀況 是 這是第一階段的叫危機處理 第二階段的最不可掌握的就是 裴洛西在台灣的表現是什麼 我最擔心是他在記者會裡面的胡說八道 他又燒一把火 這把火燒的話就逼得共軍可能有第二波的問題 對不對 第一波他如果說是保持比較和平一點 繞過北部跟你護航的美軍飛機接觸 如果那個直接一點就飛越台灣的領空上空了 那這個台灣 台灣怎麼辦 我們幾十年來的默契啊 就被打破 就被打破 這個是很可怕 是啊 軍人跟軍人打仗是有存在的默契 這個默契從一世大戰裡面 雙方還可以交換相宴的 對不對 還可以talk 聖誕節還起唱聖誕歌 這個就是長期戰爭裡面會演變出來的 那台海的問題這麼多年來 我們的軍機都飛到金門去 那已經突破在廈門的領空 那我們也是讓中國大陸變成海峽中線 你很少看到戰鬥機來的 或者長期在這邊 而且它都在我們西南角上 這個都是一種默契 那這個默契被打破了台灣的麻煩 後遺症很大 所以我最擔心的是明天的後遺症 這個後遺症是台灣驅逐不掉的夢魘 因為兩大的相爭的時候 既然美國跟中國不會這次開打 那氣出在哪裡呢 就是台灣 這個時候我們才是麻煩 所以我奉勸蔡英文明天越低調越好 對不對 你今天也難免的像很多獨派的就說 哎呀這要把裴若西拿來做競選的章本 那 可能準備拍照啦 對啊拍照啦 在罵中共啦 或者裴若西又見這個 什麼吳爾開西之間 對呀這是這一種的 這個東西又再次再戳了 這個就是拜登很難掌握的東西 這個婆娘一向是不受掌握的 因為我們當立委的都知道 政府官員講話他有責任的 那民選的議員他受執行權的保護 那行為很囂張的 所以裴若西不是囂張慣了嗎 跟川普吵架 施拜登的預算書 他的行為表現 我們在國會常常看到 這就是你有失你高度 有失你風度的一個 所以這個東西是我覺得是最難掌握 是明天中午跟上午的一個行動 這個是我比較擔心 因為我不在乎你們兩個誰的面子 我在乎是台灣的安全 是啊 你來到台灣這個地方 說是挺台灣 但是卻讓台灣推上了戰爭的邊緣 另外再來看到裴若西他拍拍屁股走人 但是留下了這些傷痛 就是台灣自己要承擔的 來看到裴若西這次訪問行程當中 李顯龍就話中有話 他跟他講話的時候 就敦促要穩定中美關係 意思就是你來台灣 就是不是穩定中美的關係 另外他在馬來西亞的時候 他還講了這段話跟他們的這些軍人合照 還說對這些無私奉獻的國家 男女軍人至上的感謝 但你知道你一來台灣這一趟行程 美國軍人仁揚馬翻 台灣的軍人也是仁揚馬翻 中國大陸解放軍也是仁揚馬翻 然後他的行程來看到 8月3號去立法院跟蔡英文見面等等的 然後包括行程是立法院蔡英文 然後記者會以及午宴 還有甚至到景美人權文化園區 最後離開台灣 我先問一下蔡委員 待會再問一下倩姐 這個人權這件事情 真的是讓大家覺得說 他來講人權 那是故意就是要來挑釁中國大陸的吧 裴洛西挑釁中國大陸 應該不是一個意外 裴洛西一向就是以反俄反中 作為他的一個政治立場的主訴求 他是意大利移民到美國的第三代 他的父親在這個擔任過巴爾地摩的市長 他也是FBI類管的跟黑道有關係的一個政治人物 所以他們家裡面一向是會比較意大利式的硬派 那他這一次跟美國的國內氣氛是一致的 我們不能否認 美國國內現在的主流就是反中抗中 如何削弱中國崛起 不管你搞那個什麼CHIP4幹什麼 你搞那個印太架構幹什麼 所以他是符合這樣美國的民意的潮流 現在只是美國的民意要表現誰比較勇 那裴奶奶裴老太太說 你看我都八十幾歲了 我還敢衝到第一線 你們這些人說chicken out 他來到台灣只要一降落他就贏了 美國就贏了 這個美國跟中國大陸之間意志力的較勁 他回去就可以嘲笑川普啊 你不是說我crazynancy嗎 對不對 我就可以罵你說coward川普 對不對 你就懦夫川普 所以這個變成說 是美國政治跟美國對中國大陸政策 一個氣氛的延伸 他剩下他怎麼會在乎 你那個什麼人權園區啊 這小事情嘛 他也可以去228紀念館啊 對不對 他也可以是什麼 如果金門砲戰有什麼紀念館 他也會去啊 他不然就要說 他的目的就要收割 他所有的政治上的利益 當然我們台灣會有人會擔心說 哎呀會損失台灣未來的 對 那這個東西中國大陸 也會面對一個很大的困境啊 中國大陸國際上就問你啊 裴洛西來你不敢反制 你說的那麼硬話反制 你不敢反制 還讓他順順的離開 順順的來 然後你什麼打小孩出氣 你拿台灣出氣 做什麼有幾家食品廠商啊 我要修理你啊 或者你走了以後我要怎麼弄啊 走也是 裴洛西來台灣搞得怎麼樣呢 要逼中國大陸跟美國來表態嗎 所以你看 委員你怎麼看 就是他好像逼讓中國大陸 也是要進退兩難 所以中國大陸在這裡面 處理的就很重要 他現在就是 一個中國的紅線 到底是我美國化 還是你中國大陸化 中國大陸說 官方以及非官方關係 大家已經確定了 是由他有解釋權 現在裴洛西告訴你說 沒有啊 我要怎麼化是由我來決定的 那他的這個行為 如果順利的話 不只他獲勝 拜登也獲勝 所以拜登可以裝傻 第二個民主黨也獲勝 然後反而共和黨是輸的 那台灣的局面也是一樣啊 雖然我們很多人擔心說 台灣這個這裡受傷害 那裡受損失 那是以後的事啊 然後現在的民進黨會不會得利啊 當然得利嘛 你說我們民進黨現在低調 不要去promote他 你到臨底選舉會怎麼講 你看吧 誰說美軍不會來保護台灣 連那八十歲老太太 都來保護台灣的 美軍怎麼可能不來 有沒有說服力 很有很大的說服力 你看解放軍 這個非常聲勢力竭 對不對 但是色力內人 你看他講了老半天 陪奶奶還不是好好的 晃來晃去就走啦 所以陪奶奶都能夠 應付你中國大陸啦 那美軍你都怕啦 那當然美軍說承諾要保護 台灣也好保護台獨也好 就台獨人士就很興奮啦 所以他這個現在面對什麼 論文門啊 棒球門啊 那你就會變得不重要了 台獨進程表繼續推進 不斷的測試 換句話說 這個裴洛西就像一個什麼 就像一個政治快篩計 拿出來篩一下 中國大陸是陰還是陽有沒有確診 中國大陸是一條線兩條線 還是頭上三條線 一刷通都出來啦 所以在這裡面呢 這個你說民進黨政府 我們有沒有心中竊息 他怎麼會在乎你這個東西呢 因為沒有錯 台灣有一部分人是很擔心 兩岸兵凶戰危 可是我們不能忽略 有一部分人是什麼呀 一定如何 要如何去在反中抗中裡面 取得高度的政治利益 從民調上看喔 後面講的人比較多 對啊 那跟佩洛西一樣啊 他也是希望能夠獲得 一些政治能量 一個是講經濟利益 一個是講政治利益 民進黨很顯然是對政治利益 是比較重視的 因為不管如果年底選舉 對他更重要嘛 後年的選舉對他無比的重要 所以佩洛西這個東西 就是他們一個護身符 所以這張牌一定會打到底了嘛 那你佩洛西啊 說我飛機繞了一大圈啊 因為你這個解放軍啊 就是在這裡居連那裡居連 那你解放軍的居連個老半天 好聽點是戰略盯理 我觀察大局 我不輕易的心思啊 這個動眾 然後可是另外一方面 難聽一點是什麼 你話講得那麼瞞 你什麼 你被人者歸 你功力不夠 還要回去地下道裡面去練功 練功幾年以後好一點再來 就會變成這個一個時間 國際上也都在看你 一個中國是真來假的 會變成一個印象 一個中國怎麼解釋 美國人說得算 美國說一個中國政策 你說一個中國原則 那對不起啦 大家會認為是美國人說得算 好那你這個其他各國的政要 誰可以來台灣呢 就很清楚了嘛對不對 第二位王儲可以來了嘛 因為裴洛西就是美國的 第二位王儲嘛可以來了 那其他的當然就不斷的 往前推進 所以你這個中國大陸的這個政府 就會面對一個什麼 一個很大的一個困窘 你硬也不是 你軟也不是 你這個出重錢也不是 那你總不能說老是拿這台商 這些出氣嘛 那太小家子氣了吧 我是認為說 這個100多家食品廠商 跟這個目前應該是沒有關係的 那如果真的有關係的話 會被人家看消化嘛對不對 所以現在當然還有時間啦 中美之間的軍方怎麼去建立護欄 現在有個老太太是要跨欄比賽 你怎麼去處理這個跨欄比賽的危機 那你如果說整個的表現 真的很難拿捏 軟也不是 弱也不是 有幾個例子 網路上有人講說 有三種方法 第一個半飛 半飛等於是有一點的說 干擾他的飛行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順利到來台灣 那第一種說法 第二種說法說 哎呀你就修理一下松山機場 他不能降落 也不會傷到太多老百姓 第二種說法 第三種說法說 他大型的機型上來 讓台灣空軍上去 那台灣的空中就變成一個 交通管制很混亂的局面 他的飛機就不能進來 我判斷是都不會啦 以目前的情勢都不會 因為現在應該是 中美軍方之間 對這事情有喬過啦 一定有喬過啦 但喬過在政治上 大陸在要得分很困難 但是失分會很嚴重 這一點是大陸必須面對的局勢 也就是說我戰略定律 我仁立人 我載人 載人 載到什麼時候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那好處是保平安 然後可是未來的發展就是 你一定會有更多的美國政治人物 會想要軟土伸絕 就是台語講的能頭勤棍 步步進逼 看你的最後紅線 能夠推到什麼程度 這個戰略對峙跟戰略僵持 這種事情一定會發生 再來台灣的政治人物 不會這樣子嗎 也會嘛對不對 我現在已經推到了中華民國台灣 下一次我推到台灣中華民國 對不對 我再下一次推到中華民國不見 對不對 只有台灣出現 所以這個東西是 一種政治實力跟一種 政治技術巧妙的一個爭執 所以一開始我就判斷了 這一局很詭異 所以我在不管黨內也好 或者很多的媒體 我就公開講 國民黨的立場 不能反對裴洛西來台灣 會中計 第二個說甚至還表達歡迎 理由在很簡單 國民黨在這一局不能得分 但是只會失分 所以盡量少失分為原則 你想想看 今天解放軍沒有任何反制措施 裴洛西順利來了 你國民黨說你反對 你不是烏龜嗎 你灰頭圖連嗎 對不對 你說我藍軍很多人焦慮 所以我們在打一場很複雜的選戰 這個議題能夠不干擾我們的選戰 是最理想的 這是不損失 不減分 好了他不能來了以後 我們也沒損失啊 哎呀有空下一次來 我那請你來吃萊豬嘛 對不對 調侃他兩句嘛 對 那所以 在這個局面裡面 這個 很多人說要去反對 千萬不要去反對 佩洛西來台灣什麼 那軍列飯店去 再心裡再不舒服 大陸都能忍 為什麼你不能忍 但是這個時候就擔心說 每次說所謂的切香腸 你切一點點下去 沒怎麼樣 切切切切到後面的時候呢 大陸忍到最後真的 如果真的是忍不住的話 那其實呢他們也有一些話說出來 也是很重的 譬如說華春瑩就說了 美國在採取挑釁的行動 應該要負全責 那也提到說 你跟我們見招嘛 那你就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唯一的中國的合法政府嘛 另外呢 那個眾議長做軍機 那你怎麼會說是非官方的呢 還有美國政客的錯誤行動 構成的先例 錯上加錯等等 還有一中原則 等等的問題是 國際中很多的普遍共識 還有呢美國是要以台制華 另外還看到說要堅決反對 台獨分裂跟外部的干涉 然後呢大陸外長王毅 他也說出重話了 表示說呢台灣問題 嚴正的立場 而且也說呢 你在台灣問題就是背信棄義啦 而且呢美國你現在才是最大的 和平的破壞者 想先問一下倩姐 你怎麼看啊 這個包括中國大陸說話了 另外還有他去 所謂的人權園區 他是要怎樣 又要做什麼人權鬥事啊 我們應不應該反對裴洛西來啊 我想我跟帥委員跟蔡委員的看法 可能不太一樣 那我的立場是說 裴洛西你來的話 那麼我們就是要問啊 孟子見梁慧王 王約守 不遠千里而來 必有以利無國乎 就是說你到台灣來 是對台灣有什麼幫助 如果你對台灣有很具體實際的幫助的話 我們當然不會反對啊 可是問題是這一次看到的 具體實際的幫助 只有對民進黨的選情 而反而使台灣其他的百姓 可能陷入戰爭的威脅跟恐懼中 那我們當然不應該 順著這樣的方式來起舞啊 這是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能不能幫 代表他帥將軍講話 但是我覺得我跟 蔡委員的看法有點不一樣 那我們回頭來看 為什麼有這麼多人 全世界的人忽然之間都在關心台海 就是因為從外面看 這一個行動的挑釁程度非常的高 他很可能呢 是美國的一套長長的劇本裡面的 一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 你只要這個部分接受了 就像嘉遠剛剛講的 那你還有下一部分 下一部分 下一部分 就拿西洋棋來說 西洋棋有一種開局叫後裔氣兵 我在這節目也講過 他的第一個子下下去的時候 就是等你怎麼回應 你怎麼回應 他都會有另外的回應方式 那這樣的做法 裴洛西他自己願意做 這個後裔氣兵裡面 這個Gambit 那為什麼台灣也變成了 這個氣兵了呢 因為必有以利無國乎 我還是問那個梁慧王 問孟子的話 裴洛西你來台灣 到底對台灣有什麼幫助 更何況你來台灣 是真實的來台灣的盟友嗎 你是真實的來看 台灣的民主人權嗎 我們看它的行程 早上的那個視訊會議 現在知道是要跟台積電見面 台積電當然是CHIP4 或者是美國晶片法裡面的 重中之重 也是他們圍堵 中國大陸中間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佈局 那接下來到立法院 理所當然 我們三位都是曾經當過立法委員 你本來就是國會對國會 那請問在立法院的時候 你是只見民進黨的 還是你有見那些非民進黨的呢 別人在立法院的這些困境 現在民進黨用立法多數 任意通過各種法案的這種困境 你會不會聽得到 你真的要聽到民主的話 你在立法院做什麼事 接下來最重要的是 他有什麼演講 武宴這些都有一萬 在景美文化園區的時候 見的是無耳開息 我猜想講的是新疆問題 那我就是要問說 你到台灣來 去講新疆問題 事實上對於台灣本身 是有什麼具體而實際的 重要性或利益嗎 當然我們知道 無論是蔡英文也好 蕭美琴也好 都說他是美國的價值夥伴 所以在所謂的民主跟人權中間 一直都是互相唱和的 但是你要不要看看台灣的民主的真實狀況 就像我曾經說過台灣的民進黨 用民主就好像一個電影場景裡面的布局一樣 你在前面看起來非常漂亮的一條民主大道 這個民主大道的背後其實是空的 甚至你在背後有許許多多的 個人也好組織也好 甚至長期的公益團體也好 都在大量的被踐踏 只是因為民進黨認定他是他的敵手 而他對他的敵手 包括蔡委員現在還在國民黨裡面 有很重要的角色 我沒有 我退休了 退出一班兵 那就是他的對手呢 他對他的態度根本不是什麼 內部競爭 他就是敵我矛盾 他對於民進黨 對於國民黨的態度 是要割喉割到斷的 所以在這個割喉割到斷的過程中間 路上難道不是血跡斑斑嗎 所以我覺得他寧可把去景美人權園區 因為那只是一個很沒有什麼的水泥建築物 連牆都沒有 你寧可去看一個 過去的一個不存在的一個建築物 你不如把這個時間留下來 告訴台灣的所有的團體 包括了被解散的政黨 被解散的政治團體 還有像我們婦聯會 像台灣的農田水利會 還有其他的救護團 許許多多的團體 他們的財產權 他們的言論自由 被剝奪的這些團體 你可以有一個時間跟大家見面 讓大家真正的告訴你 台灣在民進黨的治理之下 他所謂的民主這個不僅強背後 他的真實面貌 所以我要講一下 我今天就寫了一封簡單的Twitter 到Pelosi他的官網上面去 邀請他來跟我們見面 因為他在明天要去立法院的地方 離我們辦公室非常非常近 希望他有機會 但他如果真正願意來聽我們的聲音的話 我希望很多的團體要一起來發言 因為不能讓全世界只看到 粉飾泰銘的所謂台灣民主 跟所謂台灣價值 要讓大家聽到我們真實的呼喊 和我們真實的苦痛 對啊如果真的要來台灣的話 應該要看看真實的台灣的面貌 還有台灣人民的心神 有些來看到真的來台灣的時候 真的讓台灣推上了戰爭的邊緣 來看到是解放軍的 來看到蘇-35的戰鬥機 現在最新是穿越了台灣海峽 那剛才將軍也很擔心是說 解放軍的不只是 這個他的動作 是他來日的時候的準備 還有他離開之後對台灣的影響 我們再看看下一張 包括蘇-35之外呢 剛剛的上一張我們一起來看看 這一次呢軍事的行動 還包括了說 比如說他在台灣的 要來台灣的時候 他的路線呢 就說繞了印尼來台灣 所以呢他繞了非常大一圈 另外呢也被發現說 在8月1號的時候 有四架的殲-16的戰鬥機 到了台灣的西南的空域這個地方 那更別說路透是有說 在8月2號的時候 多架的解放軍的戰機呢 有暫時觸碰到了台灣的 海峽中線這個地方 將軍您怎麼看 就是說這個也是 中國大陸也是呢 因為藉由裴洛西的關係 也是一點一點的切商場切過來啊 所以我剛剛不是講了嗎 這個這一個鐘頭是很關鍵的 因為軍機跟軍機一定會見面 至於見面以後做什麼動作 在晚上你是看不出來的 那我就不談 但是我要回應一下最原始的問題 蔡英 蔡英委員的那個說法 我絕不認同 尤其是不認同朱立倫跑去 從安倍的將半旗 一直到美國訪問 一直到現在要去見佩洛西 我告訴你國民黨這樣子不死才怪 兩軍作戰選戰選戰 兩軍作戰旗子是鮮明的 沒有說你用律曲我也用前律曲 自古以來打仗就是旗子鮮明 立場堅定 現在勢力弱一點沒有關係 當初民進黨勢力弱的時候 他何嘗放棄了跟國民黨的對幹 他照樣幹起來了嘛 下面我再講的就是說 我們的真正對國際上的大態是不清楚 佩洛西你告訴我 你來對台灣好不好 剛剛雷委員已經講了 我再問你你對美國好不好 拜登11月還要不要再見面 美國的通貨膨脹要不要再想辦法解決 對不對 那很多問題你拜登也有其中選 所以川普會不會停止罵你 不會停的啦 不管你落地不落地 他不會嘲弄你不會斷 第三個我們講軍事 中國大陸現在的雖然看起來下餃子一樣下 但是跟美軍的實力還是有差 而且差還不止一年 中國大陸自己評估他要到2030年 他才能夠完成戰備 全戰備 他的戰備當然要包含日本介入 對不對 那現在你說他不能夠對美國發生這個嚴重的衝突 他實力還是有差 頂多是在家門口他可以達到拒止的戰力 但是他的實力對付台灣是綽綽有餘 對 台灣就是他的拒止的地方 對 所以美國要日本介入準備好了沒有 日本還沒有修憲 沒有修憲他有什麼能力出來介入台灣的作戰 你不能說安倍講一句 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日本有事就是北約有事 北約有事就是美國有事 你那個等號話太長了 真的有不有事是看實力 我是一個軍人 我不聽政客那些話 那我是看你實力跟你的企圖 很清楚中國大陸第一目標是要突破美國的對他圍堵 跟全世界對他的圍剿 這是他現在面臨的問題 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是用激烈的手段 還是用忍耐的手段 我們看他怎麼做 第二目標是他一帶一路不是今天搞一天 一帶一路是他強國之夢裡面最重要的東西 你看他遼寧艦 山東艦 這個艦的實力 你說要到太平洋跟美國航母去對抗 你是不夠的 但是為什麼要不停的造航母 他要把一帶一路的海上思路各島橋連成一串 能夠有護航的能力 這個生意能做下去 能夠爭取歐洲市場 這是他第二重要目標 第三 台灣統一時間問題 他沒有做急到現在放在第一優先 對不對 你現在放在第一優先 就是烏克蘭的教訓就很清楚 中國大陸難道不清楚嗎 拿烏克蘭去消耗俄羅斯 下一個目標就是拿台灣消耗中國大陸 第三個你說美國自願台灣有沒有誠意 我們最近要的軍購一樣不給 還叫你拿著這個步槍搞這個 他叫你打相戰 打相戰 對啊 跟烏克蘭一樣 對啊 所以你看美國的本質 不要被好萊塢式的宣傳給騙了 歐洲的東擴是六次啊 這次要西擴了 東北亞就是日本 韓國 台灣 但是對台灣它是讓你孤立作戰的 你說要我當刺衛 請你把刺給我啊 我有一根像樣的刺沒有 F35B不給 阿巴林的泡兵不給 F1坦克不給 反潛機不給 我們的P3C馬上就要除獄了 民間繞艦不給 你這個是像一個美國要支持台灣 能夠安全防衛的姿態嘛 所以不要講花言小語 我們看你的行為 看你的作為 對不對 所以這個當然很多人 我們像蔡委員義憤填胸 講這個等著看你的笑話 忍者歸 我沒有看著笑 不是 這有點叫 我是我的判斷 這個叫提油救火 對不對 我根本就不鼓勵國民黨要去做這個 對不對 那裴若西還覺得 我到了台灣了嗎 各政黨對我都愛在 對不對 吳爾開席還有民運分子的價值嗎 在台灣已經拿了這個 拿了這個養分 在美國也給啊 在台灣也給啊 所以這個東西啊 真的我講 台灣老百姓要弄清楚 後遺症是我們承受 美中不會開戰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 歐洲戰場跟亞洲戰場同時開戰 美國這麼強大的兵力也做不到 所以基本上他不戰 我講嘛 他要戰要到2030 美中國大陸的實力能夠可以對抗 那現在只能維護 東南亞跟這個 我們大陸東南的這個 巨子戰略的安全 所以這個時候台灣去燒 滑不來 我真的很擔心國軍的飛行員 如果今天晚上再介入這個護航啊 真是犧牲的 不值得 是 對不對 拿 他不拿美國出去 拿我們出去幹什麼 第三個我看 我特別問你 是不是美軍是有霸架 嗯 霸架的話 真本 根本沒有辦法應付 人家攔截的任務 嗯 那五架加油機是讓美軍飛機回去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問題啊 今天晚上 下面一兩個鐘頭 我們是沒有情報可以看 明天他一定會 雙方公佈這個行為 我是覺得 密利 我跟你講 我跟美國軍人接觸 跟美國政客接觸是兩碼事 軍人不管怎麼講 我從他的這個校局 中局 降局都接觸過 他還是很有自己的原則 是 我們他們自稱為姊姊 他們自詩啊 所以他的行為準則不會 不像政客那麼狡猾 這麼善變 真的 我曾經跑到美國國會裡面 跟這個軍員小組的這個眾議院 他們的軍員小組主席 根本不理你談的主題 一口氣就是你買他的牛肉 就這麼赤裸裸 我們來談安全問題 不是這樣的 所以我講啊 真的 聽什麼人講話要看他的出身背景 是 對不對 對 那個軍人 他在這個戰爭這一個領域上 他當然是非常的擔心的 而且呢 米利他自己也講過話 他說呢 他知道共軍的實力是怎麼樣 所以他在跟中國大陸解放軍 在互動的過程當中 他說他比呢 包括什麼 什麼 國安安全會議的這些文人 更了解 他知道根本不能夠打這個 所謂的第一級 那另外呢 這個裴洛西真的來台灣的話呢 對台灣真的有幫助嗎 我們來看看中國通 也就是澳洲的前總理陸克文 他發文說 裴洛西訪台灣根本無助於台灣的利益 那所以呢 可以看得出來 國際上也有些不同的聲音 認為說裴洛西是讓這個地方 其實呢 會變得更加的動盪 那彭博社也有說 北京可能會有六招來回擊嗎 比如說更大規模的戰機入侵 或者是戰機飛越台灣 或者是在台灣附近呢 試射導彈 經濟創傷 還有外交抗議 或佔領離島等等的這六招 我想問一下 委員你怎麼看 因為呢 這個國際上大家都很關注 但是陸克文其實也提到了 說這對台灣其實也沒有什麼幫助 謝謝陸克文這個總理的關心 我們覺得他對台灣的很重視 真的很值得我們謝謝 但關鍵 剛才我同意這個帥將軍講了一些說法 但是關鍵在什麼地方 第一個中國大陸一帶一路 跟我們國民黨也要 台灣也要管不上 中國大陸建軍我們管不上 美國的政策 我同意美國的軍人相對的正直 可是對不起 控制美國軍隊的是美國政客 不是美國的軍人 所以整體來講 都不是台灣可以操作跟控制的 那好 我們站著不談台灣的利益 因為台灣的利益 其實某種程度來講 根本就是 美國有很大的操縱的空間 你不能否認這個基本事實 那你有能力 比如說那個 這個我們這個 雷倩這個博士 他說邀請裴洛西來看 我們來看什麼 他才不會理你 這是一個面對客觀的現實 我當然知道他不會理我 但這是一個叫板的姿態 我知道這是一個表態 但是我們就一個 政治的一個安排跟規劃 我也不同意朱立倫說去降半期 這兩馬子over了過度了 你表達一個說這個惋惜OK 但是你去降半期 這涉及到黨格國格的問題 他做錯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最新的畫面 這是在松山機場的一個畫面 他已經預定的時間 現在有飛機已經抵達到現場 我們是不是可以跟現場的 連線主播一貞嗎 我們是不是可以跟一貞來進行連線 迎接裴洛西的到來 那麼這一次呢 從大馬起飛 整個繞路飛行 美國的專機飛了7個小時 其實一度讓大家覺得很緊張 因為呢就在降落前呢 解放軍的空軍 解放軍的空軍蘇35戰機呢 一度傳出有穿越台灣海峽 所以讓大家覺得很緊張 那剛才呢就在一分鐘前 裴洛西的專機已經降落在松山機場了 這是波音C自動C 等於是美國官員呢 來到台灣的御用專機 平安安全的降落在松山機場了 那這一次裴洛西來台會帶給台灣 到底什麼樣的影響呢 他的專機從馬來西亞起飛 整個繞遠路 避開了南海 整整飛了7個小時 這一次讓大家看到呢 影響比較大的是裴洛西 不但是來到台灣 而且他還要來台住一晚 這是象徵什麼樣的含義呢 那同時呢 裴洛西對台灣帶來的影響 其實不是只有在今天晚上 而是明天過後 重點是台海的現況 裴洛西來了之後 會不會有所改變呢 我們剛才大概在10分鐘前 有收到消息 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蘇35戰機 正在穿越台灣海峽 但是他會靠台灣多近呢 目前還沒有消息 只是裴洛西這一次來台之外 還住一晚 其實這對於台灣來說是有 也對北京來說是釋放出 非常重磅的意義 因為首先他的官宣行程 一開始從頭到尾就沒有台灣 直到今天晚上9點之前 也都沒有台灣 只是突然間在雷達出現了目的地 他會降落在松山機場 才100%確定裴洛西會來 現在呢裴洛西不但是人來了 來台灣住一晚 而且重點是明天還有更重磅行程 明天他要進總統府 他要到立法院 他還要跟蔡英文吃午餐 表達什麼意義呢 就是說美方很重視台灣 而且這個程度似乎有一點超過各界的預期 那麼對於北京的警告呢 美方也在航線上刻意有低調喔 為什麼這麼久才抵達台灣 就是因為他要避開南海的敏感區 所以呢 繞了整整的一大圈 多飛了兩到三個小時 繞到印尼然後呢菲律賓的東方 然後再往北往西 然後從花蓮一路的再進到台灣的領空 降落在松山機場 那麼美方有沒有出動軍機護航呢 有的在佩洛西的專機降落前大概半個小時 就開始有消息說 美方的E3G空中預警機在台灣附近盤旋 然後呢在松山機場這邊喔 我們的新聞團隊也感受到 其實在今天晚上喔 九點半之後 基本上松山機場已經沒有任何的民航機在起降 但是跑道上不斷的出現 巡邏的警車來來回回 一趟又一趟的在確保這個跑道的安全 就在剛才十點半又加碼這個巡邏跑道 然後呢巡邏這個完最後一輪之後 大概兩分鐘不到的時間 佩洛西的專機就Landing了 那麼在日本的部分呢 這個NHK有透露說 日本駐沖繩的加索納空軍基地 也出現有五架的空中加油機 飛往沖繩的南部 然後有八架呢F-15的戰機也在沖繩南部 這應該就是美國空軍喔 謝謝一針的連線報導 我們可以看到呢 裴洛西真的來到台灣的松山機場 待會呢他出機場嗎 他是怎麼樣呢來到台灣的 這個陣仗又怎麼樣 我們會隨時給大家看最新的畫面 來委員你怎麼看裴洛西真的來了 但是呢對台灣看起來也是燙手山魚 對民進黨來講是一個大禮包 全面的獲勝 對大陸政府來講呢是全面的這個失敗 這一局他輸了很清楚的 不用去找什麼理由解釋 那我剛剛解釋說為什麼國民黨要 我會建議國民黨這麼做 理由很簡單 國民黨也不能兩線作戰喔 第一個你要對民進黨 要費很大的力氣 你現在還要對美國 不是更大的力氣嗎 不要忘記喔 美國在台灣也有很大的影響力喔 所以對於這個整個那個戰略彈性啊 你看嘛被我預料到了 大陸的反制措施什麼都沒有啊 被我預料到 我一開始就是為什麼會嘲笑這個事情啊 就是因為我判斷他會退縮 沒有什麼反制措施 狠話以後再說 那以後是2035年啊 這個民進黨2024先贏了再說嘛 2035年變數還多了 會急什麼東西喔 所以幸好喔 國民黨當時沒有去採取說什麼 我要反對反對 現在就灰頭突然了 然後你明天啊 這個裴洛西做什麼 基本上很多的變數 都不是台灣能控制的 根本就不是國民黨能控制的 所以你在這個東西啊 就是要先在戰略上保持彈性 以不損失為原則 這是要考慮的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那裴洛西來 你就虛以偽舌歡迎啊 沒什麼錯啊 不然喔 大陸都沒什麼動作了 你衝到前面去幹什麼 對不對 我們國民黨是 是共產黨政府的什麼遂寒 不需要搬領這種角色嘛 對不對 你說藍軍有些什麼想 要去跟藍軍所有人去溝通 說我們不能兩面作戰 不能一方面喔 去跟美國這個裴洛西所代表的 美國勢力對壘 我們一方面還要出右手 去跟民進黨對壘 這個說不通的 這說不通的 那現在裴洛西啊 他這個動作 坦白講 他個人獲得重大的勝利 美國也獲得重大的勝利 理由是什麼 我不只來台灣喔 我是一破二十 台灣是民宿啊 我一破二十 我今天晚上安安五年睡在台灣 你又能拿我怎麼辦啊 你不狠話說盡了嗎 你又能拿我怎麼辦 你也不敢怎麼樣 對不對 所以美國觀念 不是有人放話出來吧 媒體有報導啊 說第一個 裴洛西在測試中國 就剛才我講的就是 一個政治快賽季的概念嘛 那第二個 他講說你大陸頂多就是什麼呀 嘘聲動嚇 你什麼事也做不了 就像這個 雖然講 2035年還早嘛 你哪怕執政幾回了 先贏了再說 2030 2030吧 先贏了再說 當然這個雖然就想了 未來的變數還很多咧 對 那我們這個就要小心翼翼 去處理這個問題 那裴洛西你說 他明天會關心我們台灣人的利益啊 不要緊擠他 他才不會咧 他的個性哪一次不是大放絕齒 他好不容易 他一定會 你看 我這個做的民主專機 對不對 成功的對抗專制政權 順利降落民主台灣 對不對 全世界人民的希望都在我身上 他可不吹牛 可以啊 去那個什麼地方 見什麼東西 不小事嘛 對不對 那你說 中美的軍方 已經把富蘭做好了 那你現在大陸退讓了嘛 很明顯退讓 你沒有什麼任何反制 你也沒有能力反制啊 那裴洛西會更加怎麼樣 會更加拿這個來作為 他在美國國內跟共和黨選舉對壘的 一個什麼 一個很重要的場景嘛 他怎麼會不利用呢 那一位帥江西是憂國憂民 他就當然認為就是說 兩方面的領導人會考慮 所以讓裴洛西不來 其實 來不來 我們都要做一個防備的動作 不能去堵住這一局嘛 那你現在裴洛西來了 他今天晚上安安無人睡軍隊飯店 你光窮緊張有什麼 不會了嘛 你說解放軍這裡演習那裡演習 我不客氣的講 那個都虛張聲勢 因為跟台灣的空中航線無關嘛 因為台灣就那麼一條南北向的一個 不管你怎麼進來 對不對 都是南北向的那條航線嘛 因為松山機場那個跑道一定是什麼 固定的方向你要降落嘛 所以這整體來講就是說 美國就說我吃定你中國大陸 在裴洛西的問題上 第一個裴洛西跟拜登政府無關 但是你要負責 那我美國一定要保護他的安全 不然大家試試看 所以中國大陸也傻眼啦 你說他能怎麼辦 對 那你說我到時候再來欺負台灣 會被他看笑話 那蔡英文政府當然 竊竊心中竊息嘛 我找公關公司弄個老半天 他終於來了 來了 是對我民進黨打了一個搶聲劑 你說這不符合台灣的利益 那是你說的啊 就民進黨來講他獲得重大利益啊 裴洛西新聞在多吵幾天 他恨不得裴洛西不要一破二十 二破四十 三破八十 為什麼 多呆幾天 大家都忘了林志堅啊 都忘了路輪門啊 都忘了棒球門啊 他有沒有獲得全面的勝利 有啊 對不對 所以呢裴洛西來台灣 是把台灣當成了他墊高自己的 政治能量的這個墊腳石嗎 那最後呢 如果台灣真的會受到傷害的話 他也不在乎嘛 所以來看看呢 其實這一次的他的行程當中 這環球時報的前總編輯胡錫進就說 來啊 祝他一路平安 布林肯也說 希望大陸不要為此呢 加劇緊張的局勢 好但是中國大陸的聯合國的代表 張軍也說呢 這樣問題其實是 所謂的危險也是挑釁的 就像呢所謂台獨勢力發出了錯誤訊號 另外呢尤其在席拜會晤的時候 拜登你不是也是重申不支持台獨嗎 但是你就是做一套說一套嘛 那所以來看到說 包括了現在的這些美國鷹派也是啊 也是在那邊叫囂叫囂 譬如說 美國的前國會的議長呢 金瑞契也說 裴洛西應該訪問台灣啊 證明啊美國不是紙老虎 所以倩姐 這個是美國鷹派也是呢 在那邊在鼓吹啊 但是金瑞契以前他來的時候呢 是兩岸非常緊張的時候 前面有李登輝在康乃爾的演講 後面有倒帶危機 所以他們的那個訪問 包括要來台灣的事情 都是跟中國大陸做了 繁複而綿密的磋商之後的結果 所以他今天講的話 我覺得我們不能只看一句的標題 就把他後面的這個背景忘了 我覺得我剛剛很仔細在這邊聽喔 覺得蔡委員可能有些地方真的是苦口婆心 要叫大家認清現實 現實是什麼呢 就是在台灣希望兩岸和平的人 時常會落入這個困境 如果中國大陸有軍事動作 他們就說你看吧 大陸欺負我們 如果沒有的話 他就說你們唯言聳聽 因為他只是紙老虎 根本不會對我們怎麼樣 這是在台灣希望兩岸和平 希望兩岸能夠自行去解決 我們中間歧義的人的一個很大的困境 但是我也想跟蔡委員說 我們曾經經過過2005年開始 從連戰跟胡錦濤先生見面以後呢 從08年到16年那一段 我們兩岸的確自行去解決問題的時光 我們從ECFA開始 我們從其實我們是從論壇開始 一開頭連戰先生去的時候 我是隨行嘛 我們說要做一個民主論壇 然後做一個和平論壇 一個發展論壇 和平就是去討論兩岸 將來如何去做政治解決 而發展就是我們怎麼樣 在過程中先攜手把經濟跟民生做好 所以從那個時候到16年馬英九的最後一年 我們難道不是曾經看過我們可以自行解決問題 而不受域外的力量去左右或者是主導的那個時光嗎 那現在雖然民進黨已經又在執政了一次 我覺得我們自己還是要對自己有點信心 就是那個飄風不中招 真是我們念古書就知道 就是像這樣的暴力的情況不會是永遠的 或者是我們至少要有這個期許 就是為和平努力奮鬥的人 還是不可以因為很多現實是出乎你的掌落之外 你就放棄 好 我現在回頭講一下 這次我覺得美國的確是個大贏家 因為他的贏家是說在兩岸的部分 他測試了一中原則的外交底線 他不斷地把它空洞化了以後 看到每一次都只能夠很空洞的去用語言去回應 另外他在區域拒止的這個地方 他去測試了中國大陸的軍事底線 但是這裡我不認為只有美國贏 因為如果只有美國贏的話 Nancy Pelosi的班機就應該因為有 自由航行的船艦 有自由航行的飛機 伴著它從新加坡直接飛到台灣 那個是四個小時或四個半小時 因為我以前在新加坡工作 我常常飛這一段 可是它飛了七個小時 也就是說它繞開了 中國大陸所畫的區域拒止的這個區域 那明天我們看起來它走的時候 它也不會從我們的北方航線 剛才那個蔡委員有講過 從台灣角度來看 我們就是只有一條北方航線 可是你從中國大陸的角度來看的話 它還有整個東海防空識別區 所以看起來明天它也不會經過 那個東海防空識別區所畫的範圍 它也還是會繞一下 因為這件事情很重要啊 美國一直說他們可以自由航行縱橫七海 可是中國大陸一向都是說 它是反介入跟區域拒止 這一個氣兵的飛航的這條線 就像後裔氣兵的這個 是放了一個棋子在中國大陸面前說 好呀 那你的區域拒止跟反介入 到底有沒有厲害啊 不一定要真的是打下敵人 才能叫做你有成功嘛 所以這個地方我覺得一半一半 因為裴洛西的這一個trip真的是加碼了 就加大的力道去測試這一點 然後最後呢 將來美國有沒有取得一個未來的優勢 包括剛才蔡委員講的選舉優勢 我覺得還不是在明天看或後天看 因為這些我們都知道 無論是大內宣跟大外宣 距離選舉的時間有點遠 我認為最重要的會是在10月 美國號稱要開的民主峰會 他會不會把台灣尤其是民進黨 蔡英文 蕭美琴 作為他非常重要 甚至他這次不是要邀請 要見無二開西嗎 他會不會把這些 作為他這個民主峰會中間的 中央舞台的主要角色 如果他做了中央舞台的主要角色的話 在國際社會上面 他會一直不斷的把台灣 作為一個民主的典範 然後在台灣的政治上面呢 蔡英文可以獲得巨大的選舉利益 水神的成分是什麼呢 再跟大家介紹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所以呢 他比較溫和 一定要有的人 對酒精比較過敏的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說一直噴酒精 但是呢 用水神來消毒雙手的話 很安全 那怎麼買呢 歡迎大家 上我們的快點購網站 就可以買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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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